大家好,端午节快到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好吃的猪肉蛋黄粽 肉粽好吃,最主要的就是腌制肉馅的方法 所以第一步,咱们就先来做腌制肉馅的料汁 先锅里倒适量的清水 然后加入屏幕上的香料和调料 倒多少水要看你泡多少肉馅 如果你泡得多的话,水量就多一点 少的话,水量少一点 调料也是根据个人喜好 喜欢胃重一点的,可以调料多加一点 喜欢淡一点,可以少一点 煮沸之后再煮三分钟关火,放凉 然后可以尝一下咸淡 调料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增减 这是提前切好的肉块 放上香葱,黄酒,然后淋上放凉的料汁 再盖上保鲜膜,放进冰箱冷藏腌制 一个晚上 等到第二天早上将糯米淘洗两遍 然后沥干水分,倒入腌制肉馅的料汁 拌均匀之后腌制一个小时,让糯米均匀的吸饱料汁 这是提前洗好的包,粽子用的粽叶 叶子要正反两面,用刷子刷洗干净 在冷水下锅,水沸后再煮三到五分钟 煮过的粽叶揉韧性会比较好一点 新手包的话会比较容易成功 这个是一会儿要用到的咸蛋黄 用之前喷洒白酒去腥 如果是新手不会包的话 手法可以仔细看屏幕 包粽子最关键的就是四只脚一定要把它收好 如果四只脚没收好会漏米的话,最后煮出来就是一锅粥了 全部包好之后放入蒸锅 然后倒没过粽子的清水 大火烧开后再转小火煮两到三个小时就可以了 煮的过程真的是满屋飘香 喜欢吃粽子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这种做法 真的是超好吃 自己包的粽子跟外面买的真的完全不一样 吃再多一点也不腻 好了,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 记得关注和收藏哦 有问题也可以评论区留言 帮忙点点赞,长按点赞 拜拜,明天见 哦 感谢观看